好,回到2022年12月,星期五,最後在2022年一集的光明頂 今集很合理做一個年度的總結 如果我們用今年整個2022年,究竟我們總結了什麼?疫情 當然是2020年都有,經濟其實從來這幾年都不是特別好的 但是有數據顯示真是大家見到的東西,今年2022年就真的可以說發現了 就是移民潮,整個2022年就是圍繞著大家走和香港政府搶人才 陶先生,走人 這個2022年是可以用一個字叫run,跟大陸一樣 大陸用的普通話叫潤,家肥屋潤的潤是國語發音 跟香港的run都是一樣的,回顧一年 最初香港很多親中愛國的人就說 走啦,你們早走早著,走得越多越好 走那些是瘀血,走了之後有利於大陸的人才 是來補充這個斷層,是不是? 有利於香港社會的換血,對不對? 那我們那些記性就不是特別好,一年前的東西總是記得的 相信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對不對? 於是就成這些人的跪遠 那我相信呢,都是一個開始來的,本來就說走得七七八八的了 想著,誰知道呢,現在大陸延尾呢,是送過大禮呢 就叫做突然呢,快速取消這個叫做動態清理 然後呢,就大陸那些消息滿天飛 然後香港呢,直接跟隨,在這個時候呢 就說向大陸呢,叫做恢復開棍 然後呢,就會有很多人呢,越來越來越來 下來搶這個,搶啊,我用那個搶字 搶打復必泰啦,搶必利痛啦 是搶種種的英美德國的西藥,對吧? 所以今年呢,用一個字,來形容 這個字就叫做搶,搶著走,搶著買,對吧? 還有呢,這個叫搶著,來取消動態清理 現在呢,2023年呢 這個局勢怎樣去進一步的高潮發展 是令人鬆滿期待的呢 是啊,我們正在說正能量 正能量 正能量,第一件事很簡單啦 香港人國際化了 今年其實真的… 我剛剛在節目之前,我是在數著 究竟我們怎樣叫做自己有移民潮的開始 其實那些人一直都來來往往走的了 但是呢,真正有數據 還有看到很多人擔心 其實就是今年差不多開學的時候 即可能是8月、9月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突然間不見了那批老師 辭職信就5月的時候已經收到很多了 學生突然間不見了 學生不見了的時候,爸爸媽媽也不見了 這個,一年時間走20萬至30萬人很多 一年喔,我們不是說10年喔 一年走20人喔 很多 未來將會落實在全香港中小學 是吧 世宏這個叫舉報 在那些這些先生上課的時候說什麼 對不對 然後將監督權和舉報權 交給學生和家長 喂 喂,Jacky哥,如果你是教書你走不走呢 你不走你都老襯了是吧 喂大哥,雖然說香港這樣的文憑教師人工不低而已 五六期一個月入而已 喂大哥,教教一下 有人走進來 阿sir有些東西想跟他聊一下 是吧 接著出示十幾二封告密信 接著說你記不記得你兩個禮拜前 你講這個叫做 不用講歷史 是吧 就是講這個叫做Biology和Chemistry的時候 你好像講過一句 說美國的復必泰 是好像靈過那隻科興 是吧 阿sir,你有沒有這樣講過 有啊 有啊 你有有沒有這樣的根據 因為那些學生回去告訴他們媽媽 她覺得很confused 她媽媽呢 就當時感到尊嚴受損 於是覺得她兒子在那裡讀書 她媽媽覺得尊嚴受損 覺得兒子在那裡讀書 會被你教壞 教得不愛國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呢 沒事的阿sir,不是要拘捕 不是,你放心吧 你沒有觸犯任何法例 不過我們巡禮呢 既然開了個案子 有人投訴我們要做事的嘛 那我巡禮是想搞清楚而已 不要阻礙你半個小時而已 你遇到一個阿sir 知書識例 他就會按照執行他的職責 是上來interview 這個先生 遇到我們警隊裡面 品格很高尚的成員 你好像上兩個禮拜 教中國歷史 你好像說三反五反 殺了幾百萬地主 OK 你說覺得很慘 跟學生說 我們高永民前局長說過 是吧 中國實行一黨專政 這個是符合歷史規律 是完全是正確的選擇 阿sir,有很多家長投訴你 教這個叫現代史 是跟高永民局長的口徑 是有些出入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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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怕 不是要拘捕你 對嗎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沒有聽光明頂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用怕 我不會拘捕你 不過我們收到十幾封信 我們是循例 都要下口供而已 為什麼你這樣說呢 那你說那些先生走不走 還有你講的一件事 文化也算是小 一件事是普遍會做的 就是麻煩你拿書面的報告出來 我知道你忙 又要備課 又要準備學生 不過麻煩你今早熬夜 自己打完報告去 警方進來討論就很少事 我們警察做事 其實都是很講道理的 他做完認為沒事就走了 只不過這件事教育局都有責任去看看他 教育局會知一知會校長發生什麼事 校長就會責成 是告訴校董會 校董會成班大帝坐在那裡 喂 校長你想掩握你的教師 校董會都要關心 你是否要沒有錯 Jacky哥你非常明白程序 你是否要裡面交一份報告 喂大哥我先生日理萬機 一天都上八九堂 又要備課 又要改捲 又要加國民教育 基本法教育 公民教育 國安法教育 我哪有這麼多時間 再跟你熬夜寫個報告 喂五萬多元一個月 是不是要做到嘔血 英國那裡怎樣 英國那裡最多洗廁所 還有擔擔台台 是不會寫報告的 是吧 那兩條路你選吧 沒事的 是吧 就是 或者你都選擇 留在香港的 沒問題 是吧 英國那裡餓死人 那你又要衡量一下 是吧 但是陶先生 你說錯了一件事 香港教師人工沒有五萬多 沒有啊 起身點只有三萬多元 是嗎 不過不要緊 我講錯 美國教師人工都是二萬五的 其實你開過美國教 我講錯 美國都不夠教師的 所以你二萬五個美國可以的 我正正收回 那當然以你為準 你轉教 我正正收回千萬不要投訴 是吧 那差不多了 我當你教得 熬得那十多二十年 有五萬多的話 也有的 有嗎 有 熬得十多年一定有 還有你五萬多寫一份報告 真的辛苦 都不止一份 看法 你知道嗎 有多少 很多東西被人抽情 因為家長走來搞交學費 當初求你收他的兒子 你家季校第一志願打崩頭 是拿一份報名表的 進去他的兒子硬定你的位子 家長就回頭了 是不是 各位教師在聽光明頂 你們有沒有同感呢 我說得對不對呢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很現實 還有你不單止教長 教師是這樣 教師現在是這樣 就很合理了 因為政府在教局 上個月 應該是今個月到十月 出了兩份報告 一份就是操守議會的事例 操守議會裡面 操守的條例裡面 它有一些案例 就是叫大家不要修改任何一些科目的內容 不要不偏不倚 但是另外過了幾天之後 它出了一份事學報告的週年報告 也都說明不要增潤 就是不要加東西 首先你不要改東西 後者你不要加東西 結論你就依書直說 就這樣去讀 還有啊 還有風險啊 你日涯夜涯 寫報告 改功課 是吧 國旗升降禮的時候 升國旗的時候 你被那個學生看到你 是吧 是用手掩住口 在那裡打喊爐 OK 是吧 在你的手指欄 看到你抹大口 打喊爐 又找了手機 偷偷地拍了照 偷偷地去問華 你為人師表 不尊重國旗 你怎麼教孩子 你的報告寫不完 好了 今天廣告時間 回來再說 好 回到第二節的光明頂 剛才影響的 講到的 那當然是教師都很難做 講真的 教師沒有信心 你見到現在在英國那些 不只教師的 還有很多家長 我那天在倫敦 除了見陶生之外 也見了很多的香港人 就是差不多 很多人來到都是為同一件事 教師那些就是打算退休過來 很多不是做教師那些 全部都說是為子女過來 那些家長 潤得多快 八月左右 就和你去英國讀書 這個是這樣的 這個中國孔猛瑜伽的傳統很可貴 是吧 中國人自己怎麼辛苦都好 都個個都亡指成龍 是吧 你看以前可憐天下父母 心的如魚殘片都看過 是吧 那個百彥將活有那兩夫妻 是吧 沒有錢扔米 旁邊那個二叔婆 是吧 黎文走過來默圈 唉 昌嫂昌哥 大人不吃而已 小蚊子都要吃 這句對白 肚子都有 大人不用吃而已 那個孩子都要吃 那確實 小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中國人的美德 難怪他 所以 很多現在的家長去到 這個叫做英國 其實就很含身如虎 所以我感謝光明頂寶貴的一個 是向 在英國現在十歲八歲的 如果他們聽開光明頂 他們大概要孝順父母的小朋友 知道嗎 你們爸爸媽媽這麼小 照你過來 是吧 日曬雨淋 電費又貴 鐵路又罷工 是吧 天寒地凍 壓又沒得壓 是吧 英國吃了垃圾 OK 又沒有這個叫米芝蓮 是吧 是吧 下街又買不到麵包 是吧 喂 好慘的 所以 各位小朋友 如果你們不讀書 將來真的天打雷劈 爸爸媽媽又買樓 背到你們過來 是吧 受盡侮辱 這些BNO父母 是吧 然後被其他的中國人千呼阻止 然後是詛咒他 看看他在英國什麼時候餓死 是吧 你爸爸媽媽之所以沒有餓死 撐住一口氣 都是想看你們 翌日勤力讀書 考入Oxford Cambridge 是吧 每個人做精英 所以 我們商台是正能量 一定要宣傳校道 是吧 你要知道去到哪裏 你都是中國人 中國人是百行校圍 是吧 一年後來我們不要說那麽多負能量的事 要宣傳一些道德的正氣 是吧 如果說校道 其實這班家長真是很厲害 因為你問我 每個家長來到 首先有部份來得英國那些 不是全部都是沒有資產 又或者不是專業 不是收入很低的 來到每個人是咳糧 把自己的工資 剩下三分之一 或者剩下二分之一 但是問到每個人 每個人都是回答你的 老公其實不會跟你說 我為了老婆來這裏 我那次去問一個丈夫 她也是回答一件事 我來英國都是為了女兒 你看一下 只是為了女兒 爸爸媽媽是要剁工 賣樓 就在英國落地生根 就為了兒女有好一點的教育 當然英國作為教育的地方 我也是這樣說 是真的蠻好的 這個地方是很多私人學習 你都說好 你都說好 是啊 我可行就是 我小時候 總之我媽媽扔過來 好在哪裡先 不要別人說好你就好 你現在正在埋著英國教育 好在哪裡先 你猜不到別人說好 哪裡好 其實他們教書 首先他們讀書的壓力不大 很鼓勵式的 你基本上不像香港那樣 譬如你的英文寫錯了 跟著他又要罵你 又要寫一些copy book 抄一半次 跟著才可以寫一隻字 這裏不是的 我見到英國相對地很鼓勵式教育 亦都可以放學之後發展自己有擅長的地方 而且那些學生是沒有壓力學習 所以很享受這裏學習 很多人看書 這個是我完全沒見過的東西 這裏的英國學生是看書 是嗎 聽說沒有功課做 沒有功課做 家長不安樂 是不是 這些家長是要適應的 功課這些東西 是少很多的 功課就對了 就是你學生放學是找回自己 香港學生 讀書是厲害 那你有沒有見過他自己 很多都找不到自己的興趣 找到 你見到我們有一些 Band Free的中學生是很慘的 找到 打遊戲機 都高分就找到自己 你又不可以 全部一足高打死一傳人 對不對 是虛擬世界尋找自己 第二天 當然 當然 我也希望 你別走 因為香港現在樓價都夠便宜 其實可以 勤迫反可以趁低撩底也不奇怪 對不對 現在大陸又開放了 大陸又開放 你不要這麼多負面的事情 一開放我們特首又出去搶人才 搶資金 你要對我們特首團隊有信心 對不對 那些西人不會回來的 走得去哪裡 風大雨大老老實實 我在英國都看到很多英國人 在香港 在香港 上海 新加坡 眼對眼都閉大放光 不過這幾天又不知怎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世界 始終都是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的 對不對 但是如果英國 當然你都說了 英國有自己的前景 但是世界還很大的 你覺得英國不適合你 你看到今年就是了 中學之後升學的數字 英國不是排第一 現在最大的升學數字去了哪裡 加拿大 所以英國不適合你不要緊 加拿大的救生艇很適合你 我記得是不知一月尾要到期 所以如果大家合資格要報的 快點報 你說得對 英國很多地方有一些名校區 或者香港人喜歡聚居的 那些學校叫救命 因為那些學校已經分配 這個派了 是不是 不要以為只是香港人要讀書 那裡的印度人 巴基斯坦 烏克蘭那些小孩子 是不是 因為倫敦是全球的難民天堂 是不是 還有那些埃伊巴尼亞人 小孩子要入學 是不是 所以不要唱到英國 好像天上有地下無 這樣是誤導的 是不是 有時候你把筋留住 都未嘗不是一個辦法 是不是 聽說聖誕節都不是 香港都很旺詳 蘭桂方 是不是 聽說都很旺詳 都不是這麼差的 你就聽說很不旺詳 我們星期四請了嘉賓回來 又是飲食業的 他就是跟你說 他的生意跌了很多 這樣就不怕了 向大陸開放 那些大陸人下來搶必利痛 搶完不通就走 怎麼都要留下吃滿年 始終你香港沒有地溝油 對不對 所以又不用太悲觀 希望 越中向北開放 怎麼都幫幫到 香港中小企的經濟 是不是 是啊 如果我們真的 現在我們走了四十晚 未來我相信 趨勢都會繼續走 但是 越中之後 他現在最新的方案 就是逐步開放 國內居民 就可以去旅行 所以如果持有 港澳通行證的內地同胞 有機會 一月中就可以來香港了 你說得對 你大陸開放 給大陸人出去旅行 當香港是境外也好 希望他們買完東西 就去游太平山 是不是 所以這個新的形勢是怎樣 是一月後會慢慢會明朗 是不是 現在外國是不是完全禁了中國關 都沒有的 有些旅遊的新簽證 還未必能批評 不過有一個 又是WhatsApp Group的消息 聽聞現在中東有一些轉機站 要求中國和香港的人 可能包括香港 出示疫苗的通行證 你要有疫苗證件 才讓你進入 這個肉之後事如何 一月就知道了 廣告回來再說 我們新聞回來繼續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 每天放鬆 立即Like Share comment 記住還要在YouTube 按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